首先准备一颗大白菜,用手给它撕成小块 加入清水,给它惊喜干净控水 锅中油热,加入两碗前的五花肉片 给它炒香炒散,加入一小时的十三香 葱姜蒜,干辣椒丁 爆香以后,加入生抽蚝油 少许的老抽上色,给它翻炒均匀 把这个酱料给它炒香 下入大白菜,我们不断地给它翻炒 炒倒,炒软,把这个白菜的水分给它炒出来 加入提前泡的粉条 加盐,鸡精调味,我们再少加一点清水 开锅以后,我们小伙给它炖个五六分钟 炖着白菜,软烂入味就可以了 加上面,老弟主义还更新了很多像这种 简单又实用的家常菜教程 都非常适合在家里做 如果说您一个双击评论,从来没有给给我 今天就给了第一个双击评论 支持一下吧,求您了 炖好以后,我们加点辣椒块 提一下味,翻炒出香辣味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和大家分享的 加常白菜烧粉条的教程 非常实用,简单 喜欢的家里面,双击保留 关注我,轻松学作,加上赞 感谢您的支持 我让我们来到这里,感谢您的支持 全是